行啊 然后咱们接下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策略 我怎么调整呢 很简单的调整方法 直接把这个交易经验给它去掉了 去掉了之后 是不是咱那个就是 觉得数啊就看到这个东西了 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会选择一个新的特征 来当成是一个根节点了嘛 这样咱们整体的效果 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 然后咱们来看吧 之前的一个AOC的值是0.751 现在呢我去掉了一个特征之后啊 现在变成了0.74的理由 哎 看起来好像比较低了一点 但是呢 没关系啊 咱们要做什么啊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集成 要做集成的目标 就是说现在呢我有很多啊 基本的分类器 但是有个要求 就是这些基本分类器啊 它底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说这个基本分类器都是一样的 那我集成在一块有什么含义啊 就没有什么用了吧 咱们现在啊 就是又做了另外的一个 比较新鲜的一个角色数 这两个角色数呢 模型看起来评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它们表达的一个结果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那这回咱们再来看吧 现在啊 我是不是有两棵树了 有两棵树了 成这个东西了 怎么做呢 咱们来看吧 在这里我也写出来了一下 集成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什么啊 比如说啊 现在我有一个model 然后呢 有一个model1 还有一个model2 然后啊我有一个trulable trulable里啊 我就分别看了一下 model1和model2啊 对于我们当前的一个 结果的一个影响啊 分别是不一样的吧 在这里你看 它是有0.4还有0.8 结果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呢 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啊 往最简单的方法来说 取一个平均 是不是就完事了 我们可以取一个平均值 取一个平均值啊 就是说有些 哎呀可能预测不对 但是平均一拉 没准就对了 这样一个感觉 那要取平均 该怎么做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吧 原来啊 分别的lc指标是 0.740和0.751 给它们两个取一个平均 就简简单单的 做了这么一件事 看一下我结成的结果 会不会发生一个变化呢 分别取p1p2 这是我两个预测结果吧 然后呢 我说这个p啊 带着什么 那安排点命一下 求一个平均值吧 每一个预测结果 都去求一个平均值 最终呢 看了一下 我那个lc值怎么样 就简简单单的 做了这么一件事 是不是lc值啊 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现在我就变成了一个0.783 对于这个0.783啊 这是我新的指标 新的指标怎么样呢 新的指标 那就是我现在一个新的记录了吧 一看 哎呦我去 这个东西真的比原来 还要再高一点吧 那既然说 咱集成能产生效果 两个决算数 加一些原来好了 那我现在就大胆去做吧 我用三个数 用四个数 用十个数 都可以啊 咱接下来选择什么 选择了一个随机森林 在sklearn当中 in symbol模块下 你看这不是基层吗 随机森林放哪了 它就是in symbol模块下 帮我随机森林导进来 然后构造我的一个决策数 其他指标我都不管了 我就指定一个 要建立几棵树 要建立十棵树 看一下 原来咱两棵树 不是0.783吗 这两棵树 唯一的缺点 唯一的不同什么 选择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吗 我不是去掉了一个特征吗 所以说 在随机森林当中 它是不是会帮我自动的 进行一个筛选啊 自动的去选不同特征 我们当时就是 讲那个随机森林的时候 是不是说 随机森林基本上一个 大部分的一个 就是想法 就是说 选择样本是不一样的 选择特征是不一样的 建树评估完事了 看一下现在结果吧 0.844 哎怎么样啊 是不是原来提高挺多啊 原来是0.783 现在0.844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哎呀怎么样 这个目标值啊 越高越好 那这小分啊 就是我也写了一下 这小分是不是刷索索的啊 原来是0.278.3 现在呢 0.284 哎看起来还挺满意的 比原来高了一些了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集成的 一个基本的思想 是什么样子 咱们接下来 再来去看 哎这个公式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什么意思啊 FX这是对于一个分类器 我得到一个预测结果 现在这里呢 我取了N个 把那N个结果 再算了一个平均 是不是 这就是我in symbol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说啊 在这里 哎呀 我想的一个想法 就是兄弟们一起上 一说兄弟们一起上 我现在就想起个东西啊 就是那个 一看那个腾育视频啊 就出什么 我现在一看那个腾育视频啊 就出那个渣渣灰 还有那个古天乐 他俩天天在那工程啊 那个广告就是 我觉得是做的特别逗的 我是张家辉 我在这里等你 兄弟们 咱们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这个台湾蓝月啊 就是游戏怎么样 没玩过 但是我觉得 他们那个广告做的 真的就是比较 比较那个 比较什么 一个是看着比较烦 一个是做的比较逗 我现在给我印象是特别深 我总想就是 等时间去玩玩 这个台湾蓝月 看看能不能在里边 找着那个渣渣灰 然后这个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隐私模模块 然后把速度分类器 你看这是Lasso模型 KM模型 SVR 还有Random Forest 这下可能大家 有些算法在那里面讲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 经济学习当中的一些算法 把这些算法用过来 这就完事了 来吧 然后咱们一起上 这就完事了 咱来看一下怎么去做 首先你在这里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很多个基础的模型吧 要做这些个 很多基础模型 你需要干什么 你需要构建出来 很多个分类器吧 这些啊 都是我们要构造的 一系列的分类器 把这些分类器 我们都拿到手 都拿到手之后呢 我们建立一个模型 一个一个去建立 这就完事了 首先呢 为了使得啊 咱们接下来做事情的时候 更方便一些 我写了一个函数啊 就是GetModels 这个GetModels啊 就是我做一个BaseLearners BaseLearners呢 就是一个基础的学习器 基础学习器啊 我现在我也不管多少了 就构建越多越好吧 什么BaseLearners啊 SVC KN 然后Logistic Regulation NN就是一个基本的 咱没讲这个神经网络 咱就学 这是基本的一个 MRP的一个分类器 还有呢 Gradient Boosting 这是一个集成的 也是一种集成的一个算法 Renal Freest 也是集成的算法 然后咱们把它都拿到手 都拿到手之后呢 构造一个这样的字点 这个字点当中 一个名字 对应一个分类器 一个名字 对应一个分类器 这个GetModels 说白了 就是先去 报的猜注写好 要构造这样一个分类器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进行一个TrimProtect 一个操作 TrimProtect 一个操作之前啊 就是我一会儿 是不是会预测出来 很多种结果啊 预测出来多少个结果啊 你有多少个Model 要预测出来多少个结果吧 所以说 先把我一会儿 要预测出来的P 我预测出来的结果 先给它进行一个Zeroes 进行一个处理化 出完之后呢 转成一个DateFrame格式 一会儿啊 咱就往里 一个一个的去填 实际预测值 这就好了 然后4i 4i还有是什么 Name和M 然后In 咱们的美举里边 Model 4.A 就是给它进行一个 就是什么美举嘛 美举的时候干什么啊 其实这里啊 做了非常简单一件事 先去Fit啊 Fit完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预测 把预测结果返回来 这就完事了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就是我去做了 这样的一个预测 预测完之后呢 我把我的一个P 返回去就好了 你看这里 不断去把我P当中添加吧 当前到哪个分类器了 这个分类器 预测完结果 填到P当中 P里边呢 天下值Return回去之后 这个预测的一个指标 咱就做完了 这里呢 就是说建立了所有的模型 对所有的模型啊 都进行了一个预测 然后现在咱就有了 每一个模型 它分别预测的一个结果值 现在我就都拿到手了 都拿到手之后呢 我就可以建立 我的一个Saucus了 Saucus就是说 在这里啊 是不是 每个模型啊 都可以去指定 咱当前的一个 就是指定咱当前的一个值 结果啊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模型 都分别算一下 它这个LC的一个值吧 都可以去算吧 然后最后呢 我还可以干什么 最后我还可以算一下 集成的结果吧 在这里啊 就是先一个一个的去算 先看一下 各自的一个结果 分别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个Define一个Saucus Models 这里就是说 对于刚才啊 咱构建好的每一个模型 我都去预测一下 它实际的一个LC的值 分别得多少 然后呢 这个代码 对大家概述了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都很简单啊 就是FIT FIT Protect 然后LC 完事了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 只不过说 我们加入复行环了 一个一个去做 然后呢 实际执行一下吧 实际执行按照这个顺序 你得先去getModels 然后再去tripProtect 然后再去做这个Saucus Models 所以说一步步去做 首先呢 把我的Models都get出来了 Models已经有了吧 get 然后tripProtect 把Models传进去 算出来我预测的结果直批 预测结果直批 和我的一个标签值 YTEST 进行一个评估 评完之后呢 我就知道了 每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AOC的值 分别多少 然后这块 它在真相数就会打印 当前呢 这个模型做好了 做好了做好了 然后分别看一下结果吧 对于这些结果来说啊 你看 结果直理 有等于0.850的 有等于0.79的 还有0.803的 每个结果都不一样 差的 可能来说啊 不是特别多 最大的咱来看 最大的是这个0.878的吧 最小呢 是这个0.779的 这是我当前 对于分别的一个结果 什么样 然后这个0.878 它为什么大 因为这个GBM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 Grading的Boosting 但之前不是说过 这个Boosting 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吗 所以说对于这个Boosting 目前来说啊 本身它就是个继承算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刷的高啊 是理所应当的啊 然后Random Forest啊 也是理所应当的高 然后神经网 罗伯你看也高一些 Logistic Regression 对于这样一个 基础的模型来说 照样式也是不错的吧 所以啊 我也之前一直给大家说 逻辑回归这个模型啊 它的普遍应用的结果 都是比较好的 你看这个 咱们在那条参啊 虽然说这个模型 就是都是一个基础模型 我们没去调太多的这个参数 那结果可能不是 那么特别的高 但是基本来看 也都还可以 罗伯回归说也不错啊 是C40摄像机 也还行吧 KN可能稍微低一些 这是咱现在啊 对于每一个算法 都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值 然后这里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咱之前啊 不是说这样有一个酷 叫做一个ML in Symbol吧 Machine Learning in Symbol 这个酷啊 你可以自己的装一下 装完之后呢 我可以用这个酷 给我们做一些显示啊 这个我就不 因为这个酷啊 我本身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也是给大家当成一个 课外的一个工具吧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能给大家看 其中的一个点 在这个酷当中啊 就是它的可口化模下 有一个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相关矩阵 这个相关矩阵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这个P 我的预测的一个结果值 各个模型预测结果值拿出来 然后呢 它会帮我去算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相关性的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什么意思啊 你看横轴和纵轴都是什么 都是我预测的那个那个 就是都是我预测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名字嘛 它这里啊 就算这样一件事 我模型的一个相似程度是多大 比如说这0274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MLP这个模型 和SPM这个模型 它们其中77% 74%的数据 预测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矩阵啊 看一下 不同的一个模型之间 它们的一个差异的程度 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呢 就是之后啊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如果说某些模型 它们都是 就是100%都相关了 那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就没必要去做了吧 然后都是相关程度 都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说一个模型特别高 一个模型特别低 它相差特别大 那么是不是选特别高的那个啊 这个呢 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MLP-SIMBLE 这个模型下有一些酷啊 到时候有一些模块 咱们都是可以来去用一下的 到时候呢 它会帮我们做一些 集成的一些展示 一会儿呢 下面还有一个小模块 也是我们要用的 给大家就是 来简单的去说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到时候要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啊 建议大家 建议官网 在这上半边给大家给出来了嘛 建议大家先去看官网 大概知道怎么去用 实际的用一下 没准什么时间 你就真要这个东西了啊 从核华展示啊 路面训练啊 都是比较方便的 其实它很多东西啊 然后呢 咱来看最终的一个 in simple的结果吧 咱之前最高就有多少 没有0.88几的吧 最高0.878啊 然后这块 你就看我做了这样一件事啊 我做了什么 我直接做了一个批命啊 就是做了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bag的模型 然后呢 咱原来是0.78几吧 是那个grading的boosting 然后现在呢 我把刚才啊 咱们不是做出来这么多算法吗 做了这么多算法之后 我给它再集成一下 行不行啊 再进入价肯定可以吧 再进入完之后 咱再来看当前结果 0.884 0.884啊 是不是 诶 这也是一个新的结果啊 怎么样 比较来又高吧 这说明什么 咱新记录啊 不就诞生了吗 做了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按照这个图一样 把我的很多算法都拿到手 对我很多算法 就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集成 一个简单的集成 咱会使得它的效果 要提升很多吧 虽然说有些模型比较差 但这也没关系 集成综合来看 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新的结果 结成啊 这块我拿出来这样一个图啊 是SKLearn当中的一个图 那张图呢 就是它汇报我们 这张图啊 咱们就是它不是一个 我没拿这个 它做出一几 我只是在SKLearn当中 把这个结果给拿出来了 他给大家就强调 这样一个事情 集成能干一件什么事啊 集成一方面会使得 我们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边界 会更加平稳 一方面也会使得 我效果更好一些 简单就是这个东西 往简单来说 就是说一方面 这个你的一个指标值更高 另一方面 过你以后的风险更低了 就是这样一个事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啊 就是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 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 集成的方法 可能现在啊 大家听过最多的一种算法 叫做XG Boost 之后呢 我们也会讲这个 XG Boost这个算法啊 XG Boost 其实本身来说啊 它就是把角色数 进行了更牛逼的一种集成 所以说现在啊 集成算法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你在一些竞赛 或者是在一些 当你想要提高一个 模型的效果的时候 集成啊 就变得必须给加进来了 但是集成算法 本身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刚才啊 就是是不是说 我指定那个Test Size 指定那么大 就是原理是什么 原因啊就在于这个 要不然就是 程序持有起来会很慢 所以量大 训练比较慢嘛 但是测试啊 都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我指定那个Test Size 比较大 那最大原因还是 集成算法啊 你也看到了它的一个本质 它会使得啊 要你去训练很多模型 你训练很多模型啊 就必须把每个模型 都训练的比较好 这对于我们消耗的时间来说 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 集成算法不太适合 做一些实时的处理 但是呢 适合我们做一些 理线的操作 让我们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的 然后咱们接着来看吧 接着来看 接着来就是我要看一个 这个最终的一个 ROC的一个曲线 在这里啊 就是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 这样一个模板吧 这个Prot一下 ROC的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啊 大家就是可以把这个函数 因为这个函数啊 我也是直接付出过来的 SKLearn当中啊 它是直接有这个 怎么样去画 这个ROC的曲线的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曲线怎么去画 首先呢 指定一个Fill Size 画好这样一个图 然后呢 先画出来这样几个 基本的一条线 你看 先画出来一个00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10 然后先画出来 这样一条基本的线 这条基本线啊 就是表示着啊 我们现在的 这是5分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画出基本线之后呢 然后指定一个Color Map 指定一个Color Map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 可以一个一个的 去画这条线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你在画这条线的时候 咱们这样 就是我用的SKLearn Metrix模板下 有一个ROC这个曲线 用我这个ROC的曲线 把里面Test 和我的一个预测值 传进去 这样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False跑退伍 以及处跑退伍的值 有这两个指标之后 我们接下来 和仅仅在这儿 你把这个Fall跑退伍 和处跑退伍 对应的是我的一个横轴 和我的一个纵轴吧 有了这样一个点之后 把这个点描出来 然后呢 指定一个Labels Labels就是说 在这一块我要知道 每条线对应的一个名字 是什么 再指定它的一个Color Map 就是我的一个颜色值 这样呢 我就可以把最终啊 它的实际的一个结果值 给它都指定出来了 都指定出来之后呢 咱们再来去 这里画什么 这里就是说 我这里就是这个复循环 咱先说上面这个复循环嘛 上面这个复循环 就是说我指定了 不同的一个Color Map 先把我这个颜色 都指定好多少种颜色 然后下面呢 就是说把我的一个Base Learners 就是基础的这些线 基础线当中 没有集成的 都画出来了 然后下面呢 再把我的一个 InSymbol的线 再画出来 分了两步 分了三步 先找颜色 画基础的线 画InSymbol的线 然后指定有X轴 Y轴 我的Title 我的个名字都叫什么 然后点瘦一下 这样呢 我就完成了当前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展示操作 展示完之后呢 我就得到了 当前咱们的一个结果 都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对于当前的 我的一个基础算法 咱去画了一条曲线 画了一条曲线 咱就来看吧 最紫色的事 最上了吧 但其实啊 就是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看这个RC曲线 我观察就是说 它哪个能最接近于01这个点 哪个曲线下方的面积能够最大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 那你看就是说 说白了 就哪条曲线 在这个最接 就是越往外越好嘛 那你看是不是InSymbol 这个紫色的 紫色的是越往外越好的吧 当然咱们在进行 一个模型训练之后啊 如果说你不想看 这样一个具体的 一个这些个指标值 我们是不是可以 给它画成这样一个曲线啊 通过这样一个曲线 我们也能够去衡量 对于当前的一个算法来说 它究竟做到了什么点 你看最差是哪个 最差的明显吧 很明显吧 就是这个最外就是这个最浅蓝色的 它是什么 它是KN吧 所以说哪个模型好 哪个模型木好 这里啊咱就一目了然了 注意点啊 我们是拿这个测试节 来去画我这个曲线的 画这曲线之后 哎呀我现在就相当清楚了 咱这个每个指标 它的一个结果是等于多少的